这是最隆重的葬礼 中央大员全员出席 四千多人集体参加 就连出国访问的国家主席 也要马不停蹄的往回赶 2008年 华国锋华老去世的消息 一经传出 便举国震动 无数人自发的参加葬礼 想要送送这位伟人的最后一程 可谁也没有想到 华老葬礼上 忽然出现了一位神秘客人 却让在场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只因为他举了一个横幅 举了好几个小时 上面虽然只有16个字 却精准概括了华老的一生 那么这个横幅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人们又是为何泪流满面的呢 欢迎百度搜索最神秘的客人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从岌岌无名到声明确起 或许就连华老自己都没有想到 时代的大潮会将他推到一个 历史永远铭记的关键路口 有人说华老是幸福的 毛主席的提携 周总理的教导 是他春风得意背后最大的支持 可只有真正熟悉他的人才知道 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 之所以时隔多年依然被人记挂 是因为他的心里始终装着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这一点当时同样在湖南农村的 袁隆平老先生 对此无疑是最感同身受 1973年 袁隆平先生研发的杂交水道 正式宣告成功 可如何将产量更高的杂交水道 推广到全国 就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最棘手的难题 1975年 在经历过多次辗转之后 这个难题摆在了华老的面前 在听完袁隆平的报告之后 华老当即拍板决定 专门拨款150万 用于推广 袁隆平的杂交水道 经济上有扶持 政策上有让路 杂交水道很快就从湖南走向了全中国 不仅大力支持 华老和袁隆平还因此结成了冒年交 多次制定询问 袁隆平的最新研究成果 以至于袁隆平元老提起这件事实 都心存感激 我认为 杂交水道有今日的辉煌 华老起到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 事实上 华老的贡献又何止是口头上的领导 身体力行也是让他钦佩的关键 在湖南的农村 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 也常常在天不亮的时候啊 就出了门 扛着锄头 穿着草鞋 拔草除地 活跃在天间地头 正所谓 幽民之幽者 民以幽其幽 乐民之乐者 民以乐其乐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直以来 华老的幽国幽民 才让四千多人自发的参加了他的葬礼 而在他的葬礼上 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 更是让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他在葬礼举行的广场上 举着一幅黑底白字的横幅 一举就是好几个小时 上面只有十六个字 却让在场的人全都热泪盈眶 顾全大局 胸怀坦荡 风功卓著 英明永存 每当他举累了的时候 身边总是会有民众轮流上阵 自发的接过他手里的横幅 用自己的方式送画老最后一程 有人说这十六个字 其实是对画老一生最精准的概括 从毛主席的学生 到后来在历史关键时期果断出手 画老的一生将顾全大局这四个字贯彻的淋漓尽致 而他的幽国幽民 即使时隔多年 也依然让身为后来人的我们 感到大心眼里的佩服 最后让我们向画老致敬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